張惠妹 或者是九令 這兩位天后一向都很願意 為玫瑰少年 為同志發聲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運動 可以得到他們的聲援 我們第一時間被告知的時候 他其實是說從樓梯上摔下來 再隔一天在殯儀館 再看到大體的時候 發現他身上的傷痕 看起來比想像中嚴重很多 除了脖子上有挫傷 肩膀 腰部 太陽穴的部分 都有受到撞擊的可能 而且有一點 我們覺得家屬很納悶的是 如果一般的跌倒 那可能不會導致於 他的嘴唇發紫 他的牙齦發黑 他的口罩鮮血 他的媽媽問了蔣先生一句 請問你有在我的兒子 的酒裡面下藥嗎 他才神色慌張的說 不是 這個藥那個是 他自己帶的 這樣子的一個說詞反覆 讓我們覺得很不能接受 今天告別室有沒有通知蔣先生 我並沒有直接的跟他說這個告別室 但是我們已經廣發媒體到 所有的朋友圈都知道 所以我相信他應該知道的 蔣先生目前有給一些回應嗎 就是事情發生之後 沒有任何回應 沒有 其實我們家屬要的很簡單 我們只想知道真相 事發的經過 希望他不要搪塞我們 或者隨便找一個理由 來跟我們說 我們的家人就這樣子走了 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的 據我所知的情報是 他們是在三月底左右 是在可能是酒吧的場合認識 那在這之後 他們可能有幾次出去吃飯 或者是出去見面 但是這一號人物其實 他的核心朋友圈都完全不熟悉 所以我們也很納悶說 他通常如果有認識新朋友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狀況 一定都會跟我們分享 但是這一位先生 是從來沒有被提起過 所以你知道他們 是什麼樣的關係嗎 其實我不知道 他們是什麼樣的關係 最後我們家屬 因為我們勢丹力寶 所以我們家屬 有發起了一個運動 我們幫中勳 創立了一個粉絲專頁 下一步我們也會 希望把它營造成 類似社會運動 是我要真相 我也呼籲 張惠妹或者是酒令 針對於這個經紀人 他這樣的行為 這兩位天后 一向都很願意為 每個位少年 為同志發聲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個運動 可以得到他們的聲援 那我最後也謝謝陳怡小姐 她在眾媒體被打壓的狀況下 她作為名人 願意為我們發聲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的說明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的說明 是我們今天的說明 我可以的意思 是我們對這個運動 是我們下注的 我們下注的 我們下注的 都在這條路 搞笑了 對這個聽到 我們下注的 我們下注的